诸位全球云端共秀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华严经第26个问题 何等为菩萨摩赫萨清净 很多人来学习佛法 就是要图一个清净 可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清净呢 我们眼睛一睁开 看到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在佛法里面叫做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翻译成堪忍 那既然叫做堪忍 表示我们是用忍耐的心情 在这个世界里面过日子 那为什么要忍呢 表示这个地方 让我们感觉不自在 不舒服 必须要忍受 虽然 常常无法忍受 可是 没有其他地方去 那既然去不了 只好很无奈的 在这个地方 忍耐 勉勉强强强的 还能够忍耐 所以称为堪忍 还忍得下去 事实上忍得下去吗 再也忍受不了 却还是没有地方去 却还是没有地方去 只好继续忍下去 如果是这种心情呢 你在说过世界 就会每天都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遇到不顺心的人 不许顺心的事 遇到的时候 就会起一种厌倦的心 不得清静 所以我们要来修行的时候 就会有两种人 第一种 是想要逃避这一切 来到了佛的世界 来到了道场 来到了善知识的身边 感觉好像呢 可以暂时远离这些世间的 所有凡心的事情 要图一个清静 那这个清静呢 是因为你逃避 所谓的烦恼 染污而出现的 一种向往之喜情 那有些人 他怀着这种心啊 来道场 久了之后啊 他发现 原来啊 这道场里面 也是有不清静的人事物 不顺心的人事物 原来呢 道场也不怎么样 也是很不清静 所以他就会 这个道场 换过那一个道场 那个道场在换过 那个道场 换到最后呢 他发现了 佛教的道场也都是如此 也都是有是非 到处也都有问题 那干脆去信基督教好了 基督教感觉 比较和善 比较清静 那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啊 遇到了这些 不清静的事情 自己心里面 觉得很郁闷 他既然 已经啊 都已经这么 不清静了 就破罐子 破摔 反正呢 我们修行 也不是一天 两天的事情 菩萨也说啊 三大阿僧奇节 就这么修行 所以要清静 是有困难的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直接 就干脆 放弃了 所谓清静的努力 直接啊 就拥抱 娑婆 混到 人群当中 就在跟着 所有的一切众生 随着欲望 再打滚 那这种呢 就是 另外一种 对于清静的 错误认知 好 所以这是两种啊 这两种 都没有真正的认识 菩萨 摩赫萨的 清静 在佛法里面 所讲的清静啊 不只是外在 环境的 干净 还有内心 的清静 跟干净 在六祖谈经里面 六祖大师 他讲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静 六祖大师 对清静的认识 是本来就清静 本自清静的这个心 每一个人都有 没有差别 不管你现在是什么身份 不管你现在 献的是什么相 做的是什么工作 拥有什么学历 拥有多少家产 都不会影响 你的内心 清静 乃至于六道 众生 都是如此 但是我们 能不能够认识到 自己内心 有这种清静呢 能不能够认识 别人 也有这种 清静呢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来认识 这个本体的清静 如果正确的认识 你就会发现了 出国世界 本质是清静的 不是像你所看到的 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的心里面 有两种标准 一个是清静的标准 一个是染污的标准 在这个两个标准 是对立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真正看清楚 清静代表什么 在愣眼睛里面 佛陀举了一个辟语 我们的清静是什么 就像一杯清静的水 这个清静的水被沙土染污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一杯浑浊的水 请问刚刚那个清静的水 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水的本身 本质是清静的 它只是被沙土所染污 那我们就可以了解清水 不是把这一杯浊水 丢掉倒掉 换另外一杯清水 清水要把这个沙土 给沥掉去掉 去泥之后 清水就现前 这个辟语呢 就在讲 我们要寻求清静 不是把现在所有的生活 所有世界的一切推翻 你就能够另外找到 一个清静的地方 而是在苏佛世界里面 你要找到 我们这个清静的本质 就像清水 就在这一杯浊水里面 只是因为被沙土的现象 蒙蔽了 所以你以为 这水已经染污了 众生也有本具的 这个清静的自信 当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 发现自己内心的清静 这时候 我们过去对立的 相对的这种观念 人我是非对错的观念呢 你就会渐渐会超越它 所以有些时候啊 我们会遇到 不清静的人事物 或者是发现自己 不清静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看这一段 菩萨摩赫萨 起如是心 则得十种清静 哪一些心呢 就是我们昨天啊 发菩提心之后 所起的 对于善知识的 这种心 所以这十种心 这十种心 会得到这十种清静 第一 身心清静 我们的心 是很深沉的 而且呢 不断的往内在去挖掘 你会发现 烦恼心底下 还有一个心 就是我们的感觉 有时候呢 我们会感觉到 哇 这件事情 很令人激动 遇到 有人称赞我 我就很开心 开心的本质呢 是自己啊 希望受到肯定 那相反的 如果被否定呢 我们就会不开心 觉得很懊恼 觉得很丢脸 这时候呢 我们的心里面 还有一种 层层的心境 所以我们要继续 再挖掘 这个望心 有四种层次 叫做受 想 形式 它还不够深 因为它是意识心 它是对境而起的 分别 对境所起的分别 会随境而转 如果我们 一直用意识心 在生活 你会没有办法 看到你的亲近心哦 因为我们每天呢 就在好的感觉 不好的感觉里面 有一个手流行歌 叫做跟着感觉走 那么跟着感觉走呢 我们就会被自己的感觉 所蒙骗 因为这个世界呢 这些所有的感觉 这些所有的感觉都会变化 叫做生面心 这个受的背后呢 我们再继续挖 就是想 我们有一个价值观 有一种判断的标准 有一种印象 所以这个想呢 就是我们在整个事情 整个人当中呢 会建立一种认知 那这个认知 会影响我们的反应跟判断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听到 哦 某某人打电话来 哦 我就会有一种反应 比如说 你如果看到 这个师父 帮你按一个赞 哇 你就很开心 因为呢 你非常的 有这个善根 很恭敬三宝 所以遇到师父 对你有任何的反应 你就会有更大的反应 那这个呢 就是因为我们 原来对于三宝 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认知 那或者是呢 一个不喜欢的人 他讲了你两句话 你的心里面呢 就开始啊 把他以前 对你的种种 全部如所加珍 全部拉出来 列一个清单 所以呢 这个受的背后啊 其实有想法 这个想呢 是怎么来的 就是长期累积 下来不知不觉 的一种惯性 叫做行 所以每一个人的个性啊 我们讲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为什么他会变成本性呢 其实是因为练习过度 我们过去的脾气 就是这样 过去的习惯 就是这样 你叫我一下子要改 我没有办法改 我也不想改 我已经这样子一辈子了 我天生就是如此 所以你慢慢的 由于行为模式 还有你的心啊 已经固定了之后 你就会以为 这就是我 那有了这个我之后呢 可能就开始产生 爱恨情仇 有一些不一样的反应出来 随着个人不同的反应 就形成一种独特的个性 这个叫做行 所以心也有行 想法也有行 说话的方式也有行 做事的反应也有行 来自于个性 也是因为长期累积下来的行 而形成的 那受想行 这三个阶段呢 还不够深 继续在挖 它其实潜藏在我们的八识田 叫做是 这个是从哪里来 是有先天的 就是我们过去 过去生的习性 一直不断的延续 不断的加强 所以每一个小孩子 一出生 他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有过去的影响 再加上 每一个人 随着自己过去的姻缘 他会在这一生 有不一样的累积 所以从小呢 顺着自己的性格 就开始了 有不一样的经历 慢慢的累积 全部储存在 八识田当中 所以这个呢 叫做是 受想行事 它看起来 是我们的心的四个层次 可是我们真正呢 还要再继续 更清楚的观察 观世音菩萨的心经里面讲到 要怎么样能够观察 这个受想行事呢 就要照见五蕴皆空 这个五蕴是空性的 表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分别 是自己的旺行 执着而形成的个性跟特质 所以受想行事都是无常 本质是空 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件事情 很恭喜你 你开始要真正找到自己 叫做身心 阿难在悟到自己的菩提妙明 真心之后 他讲了一句话 叫做将此身心 奉承唱 事则名为报佛恩 我们悟到了 菩提妙明真心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 真正的本心 这个心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真不减 就是师父在说法 诸位在听法 能闻 能知 能见 能觉的这个心 这个心有比较不一样的层次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 第一个念头 这个不分别的念头 他叫做身心 就是菩提心的启动 启动之后 开始从我们的八识田里面 去挖掘 我跟这个人的关系 我以前对他的记忆 所以开始启动了事 从事里面呢 哇 这是我喜欢的人 就有过去累积下来的善因缘 就是行 行之后呢 就会开始有了想法 我喜欢他 我不喜欢他 这个叫做想 这个想 就会影响我们的心情 看到喜欢的很欢喜 想到不喜欢的 不如意的 就很懊恼 很痛苦 很不舒服 这个受 就来影响我们的情绪 所以我们 仔细的去分析 其实受想行事 它是身心 分别 世间的法 之后 所产生的 层次上的作用 再讲一次 我们的心 本来没有分别 但是因为 我们遇到的境界之后 开始有了心境的互动运作 在运作的过程 随着我们个人的观念 个人的性格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形成我们对于不同的事情 有了所谓的反应 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个过程 观察到了这个过程 你就会对所有世间的一切 众生的反应 就会了然于心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它会这种反应 同一件事情 为什么有人这样回答 有人那样回答 因为每一个人 在思维的过程 反应的过程 它是随着自己的妄心 而产生的差别现象 当我们深深的研究佛法之后 你对于众生的心 就能够如实的了知 不只是如实了知 你还会对他的身心 也能够如实的了知 因为所有的差别 都是这样子的过程 所形成的 所以它是虚妄的 它不是真实的 只有众生本具的佛性 这个菩提表明真心 才是真实的 所以这个叫做究竟法 当我能够用这个身心 能够开始一心起修 一性起修的时候 你在这个世间 你会真正的体会 什么叫做清净 菩萨之所以 可以在五浊二世 他可以誓愿进入五浊二世 但是他不被染污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非常的清楚 这个身心 而且安住在这个菩提心当中 所以他可以保持清净 到究竟 到于究竟 就是到成佛 他的不受染污 不受染污 他就没有堕落的危险 没有堕落的危险 他一定一路成佛 不会被破坏自己的身心 叫做无失无坏 所以我们要找回自己 本具的这个菩提妙明真心 昨天中秋节 我们海外的居士 他们几个人 中秋佳节 互相取暖 互相关心 所以组成了一个中秋的 小小小聚会 在小聚会当中 就讨论了 这一次师父要出的书 叫做更古一面 华言心耀 这个书名 就这个书的题目 就来参 大家到最后 就讨论到 这个更古一面 指的就是我们的身心 我们的菩提妙明真心 他从古到今 都是一面 没有改变 这个就是更古一面 那这一面在哪里呢 我们读了华言经 就好像拿到了 这一面心的钥匙 就会把这个心给打开 打开了之后 这个身心就会被我们看见 所以我们其实 在这个修行的过程 就为了解自己的 菩提妙明真心 有了这个心之后呢 你一路就依着这个心 安住在这个心 不要失去这个心 不要让这一面心 给破坏了 那自然就会就近成佛 要记得这件事情 或者我们行菩萨道 刚开始 眼前所见的一切 都是美好的 渐渐开始熟了 对人就有好恶 喜欢跟不喜欢 都会影响我们走这条路 是否可以继续再走下去 所以这是清静心的概念 再来有了这样子的心之后 你所显现出来的像 也会显现出清静 因为你不再用我执 我借爱自己的心 去显示你的长相 你的相貌 就像现在呢 大家都把自己的身 捐出来 我们说一般呢 这种劣势叫做为国捐躯 但是我们呢 这一次是为法 而捐躯 就把自己的身体啊 捐出来做什么 帮忙佛法宣传 所以穿着这个红衣服 就是显现出一种发心 叫色身清静 随其所移为事献故 所以随着呢 不同的因缘 而展现不一样的相貌 所以我们说 这个千百亿化身 你该到什么场合 你要穿着什么衣服 你就要献出什么相 而不是我总是 用自己最喜欢的相来献身 所以我们观世音菩萨呢 千百亿化身 他不会永远都一席 白衣 手上都永远拿着洋柳枝 他也是会变装的 因为有一些场合 就不适合这个打扮 如果你永远都是一种打扮呢 那其实啊 你就角色僵化 你没有办法随其所移 所以接下来呢 还有在因身表达上 你也会亲近 所以因身亲近 便才亲近 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啊 有了菩提妙明真心的体悟之后 你的所言 通通都依着实相的道理 依着觉悟的法 而来演说 所以这是因身的亲近 便才的亲近 接下来有智慧的亲近 受身的亲近 舍离一切鱼痴案 所以你的内心 以智慧来展现 受身就是你到哪里去呢 就是能够自在 因为你非常清楚 如是因 如是果 你要生从何来 死往何去 这件事情 就不再是一种疑问 而是因为 你很清楚 这一切的发生 都是有它的因缘 自然就随着你的愿力 随着你的缘分 想去哪里 就可以去哪里 这是因为菩萨 具足了自在之力 再来眷属亲近 你身边的同参道友 也都是因为 大家一起过去 发了菩提心之后 同愿同行 大家一起结伴 那结伴了之后呢 要去哪里 我们要去佛国净土 那一起去佛国净土的过程 这个结伴的团队里面呢 就会有人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随着 自己个性 在组成这个团队的时候 这个团队叫做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呢 刚刚开始吵吵闹闹 但是因为大家 慢慢建立了共识与默契 渐渐的发现 彼此都是这一条路上的 良朋善友 这时候呢 就会感受到一种 清静的眷属 清静的团队 现前 清静的团队 就可以形成一种 锐不可挡的力量 可以除灭一切诸业障 所以可以成就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 就是大愿的结果 一切的六度万恨 可以圆满清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十种清静呢 它不是一种 自然就现前的结果 它必须呢 要你用菩萨心 用菩提心 用智慧心 去观察一些万法 破除了虚妄的假象 这个关键因素呢 就是你非常的清楚的 观察了这个世间 观察了你自己的心 你要非常的老实的 去分析你自己的心 有任何的烦恼 你只要回到自己的内心当中 去解套 解套的过程 你渐渐的就是一个 接近开悟的过程 一旦你真正的悟到 那你诵读的这个华言经呢 它就发生不可思议的妙用 有些人说 诵经可能 它只是一种有违法 它不一定是究竟的 诵这么多经 也没有那么需要 最重要的是实修 那的确呢 我们诵经的目的 是为了实修 诵经要怎么样实修 借由佛陀教导我们的观念 教导我们的内容 来帮助自己 关照自心 能够解决 我们自己多生累劫的执着 跟业障 这是一种最有勇气 跟最有智慧的表现 所以我们有些人呢 在过去的因缘当中 可能会树立了所谓恩怨情仇的标准 那这些标准呢 带到修行的这个场合 我们要渐渐的放下 为什么 因为不是你不要去批判别人 是因为我们过去的那些习气呢 不但是损人也是不利己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放下 自己心里面的怨恨心 我们有一个学员 她是一个孝顺的媳妇 但是她的婆婆呢 始终都嫌弃她 所以在婆婆往生十年之后 她还是心里面想到 她过去的这一段受委屈的因缘 始终过不去 就在诉苦 遇到有因缘的人 不管是师父或者是师兄 大家都会知道她家的故事 知道她过往的辛苦 有一天她跟师父说 师父我今天听你开示 我开悟了 原来呢 放不下过去 是放不下自己 所以人都已经死了十年 你还不放下 不放下 其实不是对方没有解脱 是自己不得解脱 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 要放生 把自己给放生了 把对方的也放生了 这个恩怨情仇就要给她过去 那这个过程呢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 把自己的过往 所有的恩怨情仇 来一个大翻转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这些事情啊 如果它是因为受想行事 所引起的分别 你的望面 不管是快乐的 悲伤的 它真的都要让它过去 因为它不是真实的自己 唯有真实的菩提 妙明真心 才值得我们坚持到底 所以希望大众呢 我们要了解啊 佛陀的苦口婆心 开悟 虽然可能一时之间 没有这么厉害 但是它的确是我们这一生 学佛了之后 最重要的任务 你一定要悟到 你自己有菩提妙明真心 才会懂得如何 好好的爱惜自己 今天的开示致此 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